在奧運期間,很多支持台灣選手的藝人 都被指控是台獨,被迫向中國道歉 可是跟中國道歉了,又會讓台灣的粉絲不高興 台灣藝人想要到中國發展,就注定要選邊站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 《藝人一定要選邊站嗎?》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在奧運期間,小S因為在IG發文支持戴茲穎 想邀請國手們到他家吃飯 結果觸怒一票中國網友出征小S的微博 指責他是台獨 這件事很快就衝上熱搜第一 小S代言的幾家中國品牌,也馬上跟他切割,損失慘重 就連他的家人也認為,他不需要這麼關心奧運 在種種壓力之下,原本形象就是口無遮藍的小S 也出來發言說,我不是台獨 而帶有官媒色彩的中國台灣網和海峽之聲 也出來幫忙降火 但目前看來,好像也沒什麼效果 微博上一樣是群情激憤 除了小S之外,這次因為奧運被中國網友指控為台獨 還有蔡依林、徐家瑩、魏如萱等等 其中,魏如萱的回應 甚至也引起了不少台灣群眾的反感 我們覺得很好奇的是 現在藝人的政治立場是不是越來越重要了? 這個風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被指控台獨的藝人,有可能安全下樁嗎? 但是,在開始今天的討論之前 按照慣例,讓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有觀眾朋友是在幫公司品牌 或是各種機關單位做社群行銷的嗎? 在行銷的時候,如果要傳遞一些比較抽象、複雜 或是溝通比較專業的訊息 用實拍影片的方式,容易有各種限制 那我們推薦你,這個時候或許可以考慮用動畫來解決喔! 因為透過解釋型動畫的視覺轉化 可以讓受眾輕鬆地了解產品的功能 或是服務的價值 而形象動畫則是能夠用充滿想像力 生動有溫度的方式傳遞企業的核心價值 以奠定品牌的長期不上力 那不管是什麼類型的專案 我們的簡訊設計團隊都能提供完整的客製流程 從前期的企劃到視覺策略、實際執行 我們都會幫忙一條龍的規劃 量身打造最適合你的動畫素材 而此外,如果你還有其他 不論是Logo動畫、頻道片頭 或是任何動態製作的相關需求 也都歡迎來信插詢喔! 為什麼以前好像不太常聽到 小粉紅指控藝人台獨的消息? 是因為以前的娛樂圈比較不政治化嗎? 好像也不完全是喔! 因為娛樂產業對大眾有很強的影響力 所以從1949年開始 一直都是兩岸政治很敏感的一環 中共和國民黨政府同時都禁止對方的作品進來 而這個時候的藝人一定都要愛國 但只能選一邊站 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 當時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台灣的戒嚴時期也進入尾聲 而這時政治對娛樂限制開始慢慢鬆動 雙方的往來也越來越多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鄧麗君 雖然他因為被國民黨認定是愛國藝人 而遭到中國官方禁止 但在檯面下,鄧麗君的歌聲 早就已經風靡了整個中國的聽眾 而在鄧小平當政的年代,在中國 甚至有一句話叫做 早上聽老鄧,晚上聽小鄧 1989年,台灣金牌製作人江祺熊進入中國 跟中國央視合作製作《綜藝節目》 正式開啟了台灣演藝圈西進的風潮 整個80-90年代 是台灣和中國演藝界的蜜月期 因為台灣演藝圈起步比較早 節目的精緻化和商業化程度都比較高 所以非常受到中國觀眾的歡迎 這樣熱烈的交流風氣 也像趙薇、納英等等 來自中國的藝人,在台灣打開了知名度 但到了2000年代,這個蜜月期又出現了一些波折 當時台灣本土政黨、民進黨首度贏得了總統選舉 在陳水扁的就職典禮上 歌手張惠媚高唱中華民國國歌 讓中國的觀眾非常不高興 指控她是台獨藝人 這段時間,兩岸關係開始變得比較緊張 像是五月天、F4、SHE、任前期、吳念珍等等 有在中國發展的台灣藝人 都開始被檢視台獨立場 不過這個時候,中國觀眾抓台獨藝人的風氣 還沒到那麼強烈 像是歌手張璇在國外提到台灣 中國觀眾主要的反應,是希望她不要談政治 當時,大部分粉絲和藝人的態度 都比較像是避而不談 讓正娛樂歸娛樂、政治歸政治 這樣的風氣,也維持了滿長一段時間 直到2016年前後,才再度出現劇烈的變化 2015年年底 台灣偶像團體TWICE的台灣成員周子瑜 因為在節目裡揮中華民國的國旗 被藝人黃安帶頭指控她台獨 這個消息讓中國網友群情激憤,紛紛圍攻twice 在中國輿論和經濟公司的壓力之下 周子瑜出面道歉,表示自己支持一個中國 有不少中國網友覺得這才對嘛 但這個16歲小女生被迫道歉的畫面 看在台灣人的眼裡,是非常心疼 而且周子瑜道歉的時間點 正好是台灣總統大選的前一天 因此兩邊網友開始大亂鬥 演變成著名的地霸出征事件 當時在中國百度的貼霸 有人號召中國網友翻牆去FB 去教訓那些台獨政治人物和藝人到處洗版 從那個時候開始審查藝人政治立場 要求道歉、惡意洗版的小粉紅行為 也開始越來越流行 2016年以後,中國的娛樂越來越難跟政治切割 當時他們因為跟韓國的關係鬧僵 推出了限制韓國娛樂政策 台灣總統換成蔡英文之後 中國對台文攻武嚇的力量也越來越大 而在官方的推波助言之下,國家面前無IDOL 逐漸成為中國網路主流風氣 很多本來只是想要追星、不想管政治的粉絲 都會被批評是不愛國、不懂大勢大飛 而在中國發展的藝人 如果沒有表態轉天立場鮮明的愛國言論 像是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支持香港警察、支持新疆棉 很有可能就會被質疑,是不是台獨或港獨 有不少的粉絲,因為互主心切 還會要求偶像趕快主動發聲明說 自己支持一個中國,不是台獨等等 如果不這樣做,很有可能就會遭到全面抵制 而這幾年,有個詞可以非常傳神的解釋這種現象 那就是取消文化 取消文化這個詞源自於歐美 簡單來說,就是當某個公眾人物被認為不道德的時候 大家會抵制用輿論去取消他的工作機會或影響力 2017年知名的好萊塢演員凱文史貝希 因為涉及到性騷擾 網友要求下架他的作品和代言 最後也成功讓他的代表作紙牌屋把它換掉 讓凱文史貝希形象受到重創 而相較於歐美的取消文化 比較常關注在種族或性別爭議上 台灣、香港和中國的取消文化 似乎更常會跟政治和國族議題有關 在小粉紅激烈的動作下 藝人的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越難越難迴避 他如果不表態,可能就無法在中國混下去 但如果選邊站了,又可能會觸怒另一邊的粉絲 有人認為,這樣的取消文化 等於就是政治介入娛樂 讓表演和藝術變得不太單純 甚至有迫害藝人自由的嫌疑 2016年的周子瑜事件,蔡英文說 我當總統的一天 就沒人需要為他的認同而道歉 當時他的說法感動了很多人 認為這正是台灣最珍貴的價值 但這幾年,有些藝人選擇中國市場時 也會被部分的台灣群眾批評說是親中或舔共 有人質疑,這些貼標籤的行為 跟中國小粉紅已經沒什麼兩樣了 像是這次奧運期間 魏如萱同樣被小粉紅懲查 後來他因為某些原因,選擇刪文 就被部分台灣網友罵說 很不愛台灣,對他很失望 後來,魏如萱發明表示 他覺得歌迷這樣的言論,也讓他覺得很失望 因為他以為大家是自己人 都可以理解這樣的苦衷 而魏如萱的說法 恐怕真的是不少演藝人士的真心話 對某些藝人來說 他對政治其實沒什麼興趣 最大的夢想是可以展現自己的才華 被更多人看到 對剛出道新人來說 他的舞台已經被很多的大咖前輩給佔據 在台灣市場有限的情況下 他如果想養活自己 可能就必須選擇去對中國市場靠攏 而對於這些已經很大咖的藝人來說 他們的事業規模越來越大 台前、幕後跟他們合作 依賴他們生活的人也很多 如果他們被封殺丟掉中國市場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連帶的牽連到很多人的生計 過去有很多人會選擇刻意迴避政治爭議 模糊藝術和政治的界線 但在小粉紅越來越激進的情況下 他們只能被迫做出選擇 而這個選擇也未必是他真實的想法 在周子瑜的時候,大家可以諒解 但後來的藝人卻比較少能獲得一樣的體諒 而在兩邊夾擊之下,心中也有很多的無奈 那話說回來,在魏如萱大吐苦水之後 跑去批評他的聲音,似乎也越來越多 很多批評的留言認為,魏如萱的言論 就是在情緒勒索他的台灣歌迷 因為造成今天這樣狀況的罪魁禍首 其實是兩岸的政治瓜葛 以及咄咄逼人的小粉紅 但魏如萱不僅沒有罵小粉紅 反而指責台灣人讓他很失望 中國每天都架著一堆飛彈對準台灣 三不五時派飛機來反 在國際上用盡各種方式打壓台灣 大家深受其害,卻難以反擊 相較於一般民眾 藝人已經算是比較有資源、有話語權的人了 可是他們在需要選擇的時候,卻沒有幫台灣說話 有人就質疑,藝人真的有需要賺那麼多嗎? 有些人選擇兩邊討好,有些人選擇靠擁中國 這都是他們的自由 而台灣民眾當然也有批評或不支持的權利 選擇中國市場,不體諒台灣人就算了 還反過來要台灣人體諒你 是不是覺得我們特別好欺負 所以就這樣情緒勒索呢? 那以這次的事件來說 魏如萱最後選擇刪文道歉 希望大家重新把焦點放在他的音樂上面 而不是其他的議題 台獨藝人或是親中藝人這個問題 涉及到政治、娛樂、經濟 還有兩個國家、社會、人民的情感 短時間來看,應該很難找到一個讓大家都滿意的方案 所以我們團隊一直在想 以台灣來說,我們心目中覺得最理想的演藝圈、娛樂圈 會是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覺得表演藝術和娛樂文的話,之所以這麼迷人 是因為這個圈子可以集合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一起向大家展現他們最美好、最精彩的樣子 所以我們覺得,娛樂圈最理想的狀態是一個能互相尊重、包容彼此差異的地方 在這個理想的狀況裡面 我們希望每個藝人都能像是工程師、醫師或老師一樣 單純靠著自己的專業能力或人格魅力養活自己 但他賺多賺少,靠著自己的本領 而不是因為他選擇了什麼政治立場 我們希望即便是真的鐵桿台獨的藝人 也可以讓中國觀眾看到他們的才華與魅力 更不需要因此道歉 但以現在來說,要達成這個目標最大的障礙,還是太過激進的小粉紅 他們用一種嚴格到荒謬的標準,去審查每個藝人的政治立場 只要沒有符合標準,就是台獨、就是辱華 而更麻煩的是,這個審查風氣還會蔓延到其他人身上 包含其他中國觀眾,甚至是台灣歌迷、粉絲 而大家在這種激化的氛圍下面,被迫要審查藝人 導致現況跟我們所期望的那個藍圖越來越遠 那當然啦,這只是我們自己團隊的想法 大家心中的那個理想藍圖,可能也都長得不太一樣 所以最後,想要來問問大家 對你來說,台灣娛樂最理想的樣貌是什麼呢? 欸!我希望台灣藝人在中國發展 可以完全不需要為了任何立場而道歉 B 我希望台灣藝人完全不要去中國 一起留下來厚植台灣的市場跟文化實力 C 台灣藝人應該要放眼國際 雖然很困難,但至少不必被中國牽制 D 我覺得這些藝人都很無感 他們要怎麼樣都可以,不想管那麼多 以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就讓更多人知道關於台獨藝人道歉的討論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中國獅得藝人,以及藝人國慶祝福的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